那么各位我们下午就继续啰 早上有讲一些类似网页就是平台所提供的一些AI 功能 那这些工具实在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各位要找一下那个就是试用自己领域的一些工具 那我们下午的部分呢 我们来讲一些其他类别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那个大类不同类别形式的那种AI 工具 那至于各领域的工具就是各领域要等于要试用自己的要自己去找 好那另外一个东西我先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各位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那线上的各位 应该有啊 OK好 另外一种工具我们在学习上面尤其是学生常常可以用的 就是当我要学习某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会大量在YouTube上面看影片 那或者是说看文章 那我会需要一些外挂型就是浏览器外挂型的 那这些浏览器外挂型的工具就像比如说这样子 我上网去Google那个YouTube然后我怎么用AIGC来学英文 那你就会找到很多影片 那影片里面啊很多是像这种有字幕的 那我点进来看之后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像有的人就会装这种类型的外挂 SIDER 那这个SIDER呢他就可以直接好像像这个是这个影片如果他有做万国字幕 那这个影片呢其实如果你装了类似这样的一个GVT的外挂 增强的外挂 浏览器的增强外挂 他就可以直接帮你做总结栽药 甚至你可以直接问他相关影片的内容 那所以像这种总结栽药你看我影片都还没看完对不对 或者我根本没有时间 但是我要很快速的学习 我就是把影片开出来 SIDER就会开出来 那我就让他把完整的影片的那个栽药给做出来 这样他就跟你说这个影片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有哪些关键的时刻内容是什么 你想要再深入了解还可以点击展开 然后如果是英文的也可以哦 他可以直接翻成中文 然后甚至你可以在这边跟他聊天 直接跟他聊天 那比如说 这个影片里面介绍了哪些工具 他就可以直接回复你 当然 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可以找到答案 有时候可能还要再继续深入的去询问 所以这里还可以对话 那像这种SIDER 他是用的 他其实是连接到你的ChatGBT的帐号 那你要怎么样找这这种外挂的工具 你在你的浏览器 客容浏览器打开之后 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外挂的按钮 这里 这个外挂按钮各位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你已经安装过的外挂 那在最下面有一个管理扩充功能 从这边去做管理 那左边呢 这里可以到线上应用程式商店去增加 所以我就点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那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搜寻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然后再扩充功能的这一下 就是这种外挂 那我就直接比如说 我就直接找 ChartGPT 那你就会搜寻到一堆 里面有这种AI功能的ChartGPT 那所以你就慢慢去翻 然后有空的话慢慢去试一下 那我自己试用的不多啦 但是这一个蛮好用的 这个就是SIDER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找SIDER 或者是打ChartGPT找到这一个 那你点进来之后 你就把它安装 安装 然后安装完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如果没有出现在这边 你就点这个功能 外挂功能进去看 你就去找你刚刚安装的功能在哪里 那我们刚刚这个是SIDER 你就可以把它丁选 丁选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固定出现在这里 方便你去调整一些选项 那其实你没有丁选 它也是 它也是已经存在 它也是已经存在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选项 所以当你丁选之后 各位可以装一下 那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你要去登录 所以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到YouTube收影片 那这边会出现一个SIDER 那你第一次它里面会没有东西 然后你可以点这个点点点去登录 它会要求登录你的ChatGPD 登录之后它就可以用了 它就自动会出来 所以以后你在看影片学习的时候 你就尽量找这个有字幕的 我就点进来看 点进来看它自动就会跑出来 你就直接完整摘要给它显示 然后要看哪一个根 你就可以不用去看完整片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需要看完整片 因为有时候看影像会比较 比较容易理解的更多 所以看你的需求 那至少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说 这个东西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也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再去展开细部的内容 然后后面还可以总结 那这个是讲的是 怎么学才不如果我 对不对 那如果它摘要的肉肉等 那我就一样视讯聊天 我先点一下 我就请它可以帮我 可以直接给我总结出三点 重点 到底AI时代学什么才不落伍 请它帮你更经典的总 有没有 它就帮你把这些摘要 它就整理成三个点 你就可以很快速很快速的去读这个影片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 学新技能的时候 像我现在都大部分都是看YouTube 比较快 所以我会 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嘛 所以除非那个 这个小姐姐长得很美 我要整片把它看完 不然的话呢 我就是先很快的摘一下 看这个影片到底在说什么 那如果是我想要的 我才会去慢慢看 再去慢慢摘新制度重点 那如果说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直接把它 它要表达重点直接挖出来 然后直接丢新制度 等我以后有需要 再来做 增山修 再来做精进 所以像这样的工具也有很多 这个叫做外挂型的 外挂型的 所以学生也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外挂型的功能 在浏览器的页面去使用 那他也有那个 直接总结页面整个文章的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部分各位试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依据你的领域去找 那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有哪些外挂可以试用 那你也可以直接 直接Google说 那个 那个关键字是浏览器 扩展 浏览器扩展 浏览器扩展或者浏览器外挂 所以你就 比如说这样子找 浏览器外挂 AIGC 兩個关键字 就用这两个关键字去找 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网路上 人家建议的 有没有 精选的四个精选 Clone的外挂 然后你看刚刚那个SIDER 又跑出来了 SIDER又帮你直接做总结了 有没有 那你就直接 直接可以直接看重点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翻 一个一个去翻 这边甚至可以直接就是出现 等于说你在这个浏览的同时 就是在跟TrangGPT在聊天 他就直接帮你做总结摘要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慢慢的去看 每看一个网页 你的那个 你的SIDER都可以跑出来 帮你做一些 做一些摘要这样 所以看影片也行 文章也行 所以我通常就是这样 点进去看 然后去看他讲的那四个 到底是什么工具 这边有介绍这四个 所以这四个就是 我放在新制度的关键字 然后我会一个一个去看 他是怎么用的 他怎么用 会不会我也可以这样子用 然后一个一个去看 那如果 如果是我可以用的 我就会在新制度那边 做一个小小的助记 这个是我在教学的哪一个面向 可以用到这样 所以这是初步的 看见森林的整个过程 当我在学一项新的技能的时候 我一定不知道 那个东西的后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广阔世界 但是用这种方式 我可以很快的看到整片森林 整片森林这样 所以这个是快速学习的其中一个秘诀 好那么 这部分就各位试一下 这是扩展的部分 好那么如果各位 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 那个下午刚开始 有点昏昏欲睡 这样我们把那个第二个作业完成一下 这一个 来麻烦各位 不管你是早上 你有发现哪一个平台 是使用这个AI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的领域上面的应用 或者教学或者搬运机 都没关系 或者是Charge GP本身 或者是刚刚那个外挂里面 或者是你知道的其他的一些AI的工具 你觉得在你的领域上面很好用的 请你像这样一样 请你把早上的大头贴 拿出来用 然后呢 把你觉得哪一个网站 那个图稍微剪一下 或者不用你就直接写 直接用文字写 AI.art这个网站 好像全部的人都试用 然后他是可以轻松 互动做那个互动的大头贴 然后你可以用在哪一个领域 怎么用 你可以稍微写一下 那各位先搜寻 然后探索一下 那你觉得好用的 请帮我贴在这边 我们给各位一点点时间运动一下 这个刚吃饱 需要把头脑清醒一下 需要把头脑清醒一下 各位可以像早上我们讲的方式去搜寻一下 然后你觉得好用的 稍微尝试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用在你的领域 稍微重点摘要 把它放进这个第二页里面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比较特殊的 那个角色卡的应用 这个部分就各位可以先玩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工具 你想要介绍给大家 他真的非常的好用 在什么领域可以怎么用 就请你把它贴在这一页里面 就请你把它贴在这一页里面 使用 基本上你已经会自己搜寻 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关键诗去搜寻 你大概知道说 他的使用的程序大概是怎么样 通常就是登录 然后他们都做得很直觉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怎么样的学习 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就给他乱输入 你试一下试就知道了 现在工具真的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跟人家介绍同样的工具 你也可以讲他可以用在哪一个不同的面向 都没有关系 没有一定不能重复 没有关系 各位就把第二页给完成 AI的工具的种类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有那个专门针对技术的 专门协助写code的 专门甚至帮你写网页的 然后有做图的 深图的有改图的 然后帮你做文章 做词做曲做音乐 做新制服 都有都有 做流程图都有一堆 所以你其实就是知道这些关键字 然后去搜寻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工具 那因为工具实在实在太多了 就算哪一个神人来讲三天三月可能都讲不完 然后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真的是 然后进步的都很快 之前那个动画 每一两个月之前 好不容易开放 大家可以试试看才几秒 四秒钟的动画 然后生的还有一点淋淋淋淋 没想到过两个礼拜 有一个Luna Luma的动画非常流畅 又可以更久了 好像十秒钟左右 所以你都知道那个科技进步的实在太快了 然后那个自己驾站深度的 现在也可以做动画 所以搞不好你今天发现它不行 搞不好下个礼拜就可以 进展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什么时候AI会帮你干掉不知道 各位就至少分享一个 你用过没用过都没有关系 你感觉好用就把它贴上去 诶 有人会帮你试试 对啊 塞的 就是你 它这个引键如果它本身没有做 这个矿程式 你打身衣 就要用 就是它这一个会亮起来 这个会亮起来 那很多那个AI工具 现在是要收费 对不对 然后随着他们技术越来越进步 又开发了新的功能 或更厉害了 它就会把现阶段 这一个部分的 本来要收费 它就变成免费 所以以前那个ChangeGE 它的那个某些部分是要收费 但是或者是说它的扣大就很少 免费的很少 但是自从那个4欧出来之后 诶 以前没有提供的 它现在提供给你的 比如说 你可以使用别人的自己做的GPD 使用别人用角色卡做好的GPD 以前是不行的 所以以前是要付费的才能做 然后做了 付费的人才可以去用别人做的 他自己可以做 那现在技术更新了之后 它是现在免费的人 可以用别人做好的GPD 但是还是不能自己做 那其实是有一个 他可以自己做一个 自立角色的GPD 一个而已 那免费的部分 所以就是随着时间的远近 大家可以用的免费的越来越多 如果你觉得现在免费的就够用 那事实上就不用去做缴费的动作 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用 等一下我会演示一个要付费的部分的功能 那你如果觉得不够用 你觉得很想要那个功能 现在免费的没得用 那你就要考虑付费 就是大概这样子 就扣拔会不一样 跟使用的东西会不一样这样 那各位上完今天的课 必须具备自己搜寻工具 跟自己测试工具 使用的能力 所以各位就来 给几分钟各位找一下 有没有适合你的工具 适合你那个领域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讲他这什么工具 然后你可能会用在哪里 好 然后记得把你的大头贴也贴过来 合在一起 记得把你的大头贴贴过来 合在一起哦 好那 那各位就一边搜寻一下 那已经把那个第二页贴完的 的老师们 我在讯息列上面 贴了两个 我测试自己做的GPDS 就是 带角色卡的GPDS助理 一个是采购法助理 各位如果没有去上过课 没有这个读过法令的 你对这个采购应该完全很不熟 对不对 然后如果长官就叫你做采购 我是你一定会紧张的不得了 你可以试用一下那个采购法助理 那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采说明一下 你随便乱输入都可以 你要 你说我有多少钱 要做什么案子 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或者程序是什么 或者要注意什么 你随便问他 然后有当过总务的人 请你帮我检查一件事 他讲的合不合理 有没有合采购法 因为我自己没当总务 我不知道他讲的可信度是多少 所以请你帮我测试一下 那另外我贴的另外一个助理 是那个精品咖啡助理 那我有给他一些 精品咖啡豆的网站资讯 跟一些烘豆子的网站 所以他应该具备 精品咖啡豆的相关知识 甚至是烘培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问你想要知道任何事情 随便乱问也没关系 你试试看那个感觉 跟一般GET的感觉 应该是不太一样 你先试一下 我们待会会讲这个东西 怎么做 然后AI的工具啊 除了刚刚那些平台啊网站啊 有一些本来就很好用的工具 他们后来也都加了AI进去 比如说简映 他加了很多AI功能进去 或者是那个 Nontion 他本来就是很好用的工具 然后包括那个Xmart 他的网站上面也有 加了AI 也可以帮你自动生成AI AI帮你生成新制服 或最近这个礼拜比较红的 Mapify Mapify 他直接帮你生成新制服 点数还不少 可以生好几个 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觉得好用就帮我们贴一下 顺便聊一下 说如果我是教育处的长官 我想要 我如果真的想把这个 三层次AI 推到校园 遍地开花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先把各领域的辅导员找来 然后我们 叫往中心 应该是对技术会比较专门 或者我们找外面的人 我们就把各种AI工具的使用的方式 然后跟辅导员来做说明 辅导员学会之后 我们就办一个工作方 然后 然后 这些辅导员他各领域的专家 那各领域的专家 他们用工具的方式 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就开一个工作方 请他 用AI的工具 在他的教学领域上 把各种的应用方法 做出一个类似模组 就是做出一个模式出来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 就是英语领域部分 那你就会 哎 我要怎么样才能叫Chain GPT 出选择题 出填充题 或者课斗字 那我要怎么样问 才可以让他跟我做对练 对练 比如说 我出一个 就是他问我英文问题 然后我怎么用英文回答他 或者用中文回答他 然后做测验 然后他会跟我回复说 你讲的对不对 哪里要修正 你要怎么样去 把这个模式给找出来 这个辅导员应该会比较厉害 因为他们是那个领域的专业 那所以辅导员在经过那个工作方之后 他可能就会找出五十种啊 二十种啊 他那个领域要怎么去跟GPT对谈 或者怎么用哪些工具 可以做他那个领域 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工具备齐了之后 再由这些辅导员去开演习 给各领域的老师去参加 那这样子扩散 那就会是最快的方式 为什么这样子讲 那你说都里丘文圣开不是很好吗 不会啊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叫往中心开的 只有科技的老师会来 所以只有科技的老师会 那科技老师会呢 他去学校呢 他也不一定能够扩散 因为你想想看学校 每个学期给你科技的老师多少时间 学新 让他来教你们新的东西 应该没有啊 有的大不了就是一节两节的 一次两次的礼拜三下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电脑老师要回去扩散 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那所以呢 其实各领域的老师 他只会去参加他们那个领域的 比如说教材教法演习啊 这类的 或者是他们的辅导员开的演习 那所以由他们的辅导员去开这类演习 会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我只是建议啊 因为我们是长官嘛 我也不能做这样的决定 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的用意 各位都知道 有听到的 你就可以做 没听到就算了 我也没有讲什么 毕竟我不是长官 好 好那各位已经有很多人 在上面分享了一些 那个 如果我们等一下 下课之前有一些时间的话 我们就找几位老师来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等一下有想到什么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在 在上面再继续贴 好那因为课程的关系 我要先继续进行 好 那么接下来 继续哦 好 所以早上讲到这边 好 所以我们通常会依据各领域的需求 依据你自己的需求 你学生的需求 来挑选工具 好 而不是说你来今天来 智慧教育中心 你学了某一样工具 那这一样工具 就一定要去套用到你全部的领域 没有这一样工具 没有这回事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要想一些办法 那有时候那个智慧行销 太嫩 人家就会觉得 你这个工具 靶向也太过分 他就不觉得你 他那个领域 有可能不觉得你这个工具好用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依据你的需求 才来挑工具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知道有哪些工具可以挑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各位就是 走在前面的人 可以尽量去接触大量的工具 所以也许有时候 你看到人家在社群看言行 也许那个言行 你连名称都看不懂 没有关系 你就进去听听看 那如果听了觉得 突然听到某一句 是你这个领域可能 用得上的 那你关键字就记一下 回头再来慢慢研究 到底要怎么用在你的领域上面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也就算了 至少我听过这个名词 下次我听另一场言行的时候 我可能会更容易听得懂多一点 每天听每天听 你就会多一点多一点 那个脑神机 就会连结的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 以后参加这种言行 好像懂的会越来越多 听得懂的部分会越来越多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必须要具有那个领域的上位思考 你必须要具有那个领域的上位思考 那个领域是怎么样解决问题 怎么样去思考问题 他做什么事 就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步骤 或者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工厂里面的经理 那你的负责就是执行命令 完成命令 那你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些 比如说PDCA Plan to Check Action 就是这种流程 他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很得心应手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种思考 直接放在GED里面使用 将他帮你做计划 然后将他帮你设定执行方案 然后给你列注意事项 给你列出简核事项 然后就跟着这个方式去行动 至少你的那个计划就会很完整 好 所以每一个领域会有自己不同的系统性思考 所以你说学了AI之后 你就会被取代吗 如果你是没有尚未思考的人 你很快就会被取代 但是如果你是有尚未思考的人 你反而可以利用AI 去放大你的工作的效能 你才会变成那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 所以这个是有尚未思考跟没尚未思考的人的差别 所以你没有尚未思考 你只会用工具 你不知道怎么用 他这种人很快就会被淘汰 但是你知道怎么用工具 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驾驭他 你就会一直存在 好 所以这我们早上讲的这个 有关自主学习成长的部分 一定要用这一招 就一招而已 没有其他太复杂的东西 所以请您要两成习惯每天用 好 那这我稍微讲一下 就早上我有讲过 如果你的一生只需要 只能会三个东西 那我会建议你这三类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行指图 因为他是自学跟思考 就是把你学的东西转成智慧的 一个最棒的工具 那不一定要用XMind 你可以用XMind或其他的东西 那XMind 那XMind 因为他是用图像的概念 来做你的概念的传达 那根据这个认知心理学 那个人 读图像是最容易最简单的 完全不需要透过翻译 那你文字数字都要听透过转译 所以用图像是最简单 明瞭容易了解 容易洗脑容易行销 那所以在教育行销 要说服人的这个领域 CAMMA是目前最好用的 但是也许以后几年 搞不好CAMMA又被新的竞争对手拼过 那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这个概念 图像思考的概念 然后这中间呢 你一定要会这个 现在AIGC 他是放大器 而且是加速器 他等于是加速跟放大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以前只会一点点 自己的那个系统思考 但是你加了AIGC 你很快会变得很强大 你以前说服别人 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口才 没有那么好 但是你加了AIGC 他可以教你这个 八万四千种变化 你就可以口才就会更好 所以他是一个很棒的加速器 那所以建议各位 就是在这个部分 要特别去 就是你去参加很多演习 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有限 把这三类的工具好好学就好 其他的先不要 其他的先不要 那个有的太零碎的东西 我是觉得先念内功 内功强大之后 你拿什么东西都厉害 如果再给你拿到一个神器 那就是更不得了的厉害 好 好 那